这是最神秘的会议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位中央领导人 集聚一堂秘密商业博士 整整80分钟大门紧闭 甚至此前口口声声要接烟的邓小平 还在会议中连抽六支烟 直到不久后邓小平再次露面 人们才明白在那80分钟的时间里 新中国的未来早已经被改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百度搜索邓小平 点个三连咱们接着往下讲 1986年10月22日 叶剑英因病在北京逝世 这位开国元帅的逝世 让新中国遭受了巨大损失 在勉强收拾好悲痛的心情后 邓小平出席了叶剑英的追悼仪式 并担任追悼仪式的主持人 送了这位战友最后一程 可在追悼仪式顺利结束后 邓小平却没有返回房间休息 始终紧皱眉筒的他叫上李先念 转头来到了陈云家中 并严肃秉退了周围的工作人员 三位重要领导人都愁眉不展 换作以往这样的场景 绝对不可能出现 因此在见到此景后 就连见多识广的陈云警卫赵天元 都为之震惊 忍不住担心了起来 更让赵天元意想不到的是 就在他离开后 邓小平的电话便追到了值班室 要求他立即送来带有特制绿嘴的香烟 要知道早在1978年 邓小平就曾在一位海外华侨的建议下 有意识地开始控制自己的吸烟频率 如非紧急情况 他不可能主动要求吸烟 而之所以邓小平此时突然要烟来抽 甚至整整抽掉了60烟 是因为他要同陈云李先念 讨论的问题实在太过特殊 新中国成立后 在毛主席的培养下 邓小平等新一批国家领导迅速成长 并在周总理毛主席先后失事后撑起大局 为新中国的未来保驾护航 但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邓小平等人也同样来到了生命暮年 考虑到新中国的发展问题 邓小平一直不顾身体情况 奔波在祖国建设一线 可叶金英元帅的离世 彻底敲响了他心中的警钟 这一年邓小平82岁 陈云81岁 就连李先念也已经77岁 这样的高龄已经不再适合继续活跃在政治一线 想要让新中国的建设能后继有人 寻找下任接班人选就迫在眉睫 然而特殊时期的出现 让党中央的干部结构出现了严重断层 新鲜血液供给不足 年老干部也面临着思维僵化 疾病缠身的尴尬局面 作为眼光长远的国家领导 邓小平早已遇见了这一场面 因此1980年邓小平便废除了干部终身制 并有意识的选拔50岁以下的青年干部来权力中心 如今的叶剑英离世 更让邓小平敏锐意识到 积极推进新老干部交替 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在与陈云李先念激烈讨论后 邓小平决定彻底从权力中心退出 将机会留给年轻群体 只有这样群众才能跳出 对他们这些老党员的政治崇拜 党中央的政治决策 也能免于受到这些老党员固化思维的影响 因此1987年 在即将召开十三大之前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共同表态要一退到底 既从政治职位上退出 不再担任任何政治职务 在一片震惊声中 邓小平等人的辞职请求 虽然没有被完全批准 但这三大元老的政治信号 已经对党中央的政治结构 产生了深远影响 等到邓小平半退 不再插手党中央事务时 一批年轻干部 已经做到了独党一面 而近百名老干部 也积极响应邓小平号召 从关键职位上退了下来 将新中国的发展机会 交到了年轻人的手中 如果不是邓小平 陈云李先念的80分钟谈话 新中国的未来 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邓小平的政治魄力 着实让人赞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评论加个关注 下期再见 观看 다들这件事都赞叹了 提升 baked 费 预限 阅